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俄罗斯卫星社5月24日报道 乌克兰前总理阿扎罗夫认为 即使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 也无法挽救乌克兰的领土 如雪崩般损失 阿扎罗夫在电报频道中发布消息称 乌军损失的领土如雪崩一般 尽管西方提供武器装备 但乌克兰仍在失去领土 阿扎罗夫指出 俄军仅在哈尔科夫就控制了49个军民点 报道还称 俄罗斯军队在哈尔科夫取得进展之际 基辅方面正在将外交努力 集中在说服盟国 允许其针对俄罗斯境内目标 使用北约武器 基辅过去已经成功的 让西方盟友放弃了加强与他的红线 而每次令西方盟友放弃某种红线 都是在经过数个月的谈判和请求再三后 才得以实现 五角大楼对这一问题的官方立场一直未变 五角大楼反对乌克兰 使用美国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 俄罗斯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了局势的调节 会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 是在玩火 以上是某大型媒体的转载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个人 这个就是乌克兰前总理阿扎罗夫 相信广大网友都非常的震惊 俄乌战争打得这么火热 乌克兰前总理为何会反其道而行之呢 目前乌克兰正在上下一制 同仇敌凯抵抗俄罗斯的入侵 他为什么会有这番言论呢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人 乌克兰前总理阿扎罗夫的全名叫做 尼古拉·阿诺维奇·阿扎罗夫 1947年12月17日出生于俄罗斯卡鲁加 阿扎罗夫本人称他一半是埃沙尼亚学统 一半呢是俄罗斯学统 1971年毕业于莫斯科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的地球物理专业 1984年移居到乌克兰 1994年到1998年担任乌克兰第二届人大代表 最高拉达预算委员会主席 1996年到2002年担任乌克兰国家税务局局长 2002年11月到2005年2月 在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政府担任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2006年8月他再次被亚努科维奇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2007年议会选举中他进入最高拉达地区党名单 继续在亚努科维奇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 2010年3月亚努科维奇任命阿扎罗夫为乌克兰总理 2012年12月3日 阿扎罗夫的党派因为选举新议会被解散 12月13日 亚努科维奇再次颁布法令 任命阿扎罗夫继续担任总理 2013年11月21日 时任乌克兰总统的亚努科维奇和阿扎罗夫 暂停了乌克兰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准备工作 这直接引发了乌克兰国内大批民众走上街头 向政府示威 这次示威被称为乌克兰尊严革命 12月3日 反对派试图解散部长内阁 但最高拉达并没有支持这个提议 2014年1月22日 阿扎罗夫呼吁将参加尊严革命的示威者列入恐怖分子名单 1月28日 他迫于民众的压力辞去了一切职务 阿扎罗夫辞职仅过去几个小时后 他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飞往维也纳 在维也纳一个高级住宅区里 阿扎罗夫有一套以他儿子登记的豪宅 2014年3月6日 欧盟和加拿大相继宣布 阿扎罗夫和他儿子奥列西克被列入乌克兰 高官制裁名单 后阿扎罗夫一家逃亡了俄罗斯 2015年2月21日 阿扎罗夫在俄罗斯一档叫做知情权的电视节目中 呼吁建立乌克兰流亡政府 2015年8月逃亡到俄罗斯的阿扎罗夫 和同样叛逃的前总统亚努克维奇 以及一同叛逃的其他乌克兰前官员 一起成立了一个叫做拯救乌克兰的委员会 他们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 反对现在的乌克兰政府 2016年12月8日 一个装有阿扎罗夫私人物品的公寓被发现 在阿扎罗夫遗留的物品中 发现了数十件19世纪的圣像和宗教文物 以及名家画作 还有引起各种古代纪念碑 哥萨克军刀 2015年1月12日 阿扎罗夫被国际刑警组织颁布了国际通缉令 乌克兰法院在阿扎罗夫缺席的情况下 宣布对其进行逮捕 罪名是他和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滥用职权 以权谋私挪用公款 贪污受贿 以上是乌克兰前总统阿扎罗夫的履历 那么说到这里 我想请大家看一段视频 当看到以下画面的时候 我想提醒一下各位 你看到的不是某地的公园 也不是某个地方的景点 而是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的私人豪宅 占地面积已经无法用平方米来计算 这套豪宅不仅有自己的花园 甚至还包括大片的树林 自己家的院子里有各式各样的喷泉 还有各式各样的池塘 池塘里还有各种名贵的鱼类 进入到室内 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各种各样名贵的植物 客厅里摆放的圆桌 甚至都是用水晶做成的 私人健身房里 不仅有各种健身器械 甚至中间还摆放了一个拳击台 上下楼 你还可以乘坐豪华的电梯 即便是电梯里 也是金碧辉煌 在中厅里还有大型的水晶吊灯 其奢华程度比起八星级酒店 也毫不逊色 洗手间里到处都显示着贵族气质 我要告诉你的是 这些都不是假的 而是由真金打造 由于视频太长 雷哥在这里只能剪辑几个镜头 其实院子里还有自己专属的动物园 动物园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珍稀动物 看到这里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阿扎罗夫和亚努 科维奇组建的那个 叫什么 拯救乌克兰委员会 我想请问 你想拯救的是你自己的权利和财富 还是想拯救 饱受苦难的乌克兰人民 难怪亚努科维奇几次三番的任命 阿扎罗夫为总理和财政部长 多年身兼两职 难道乌克兰就这么缺人才 一定要一个人担任两个职务吗 一国总理的工作有多么的辛苦 相信不用我说 大家心里也会清楚吧 现在看来原因终于找到了 好了各位朋友 那么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让我们明天再接着说